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组件的结构 咱们来讲一讲VUE的组件 以前我在技术课程中给您讲过 不过那个是基于浏览器的开发方式 今天咱们讲解的是基于命令行的开发方式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说 VUE命令行的开发模式 为咱们带来了组件的开发方式 也就是说 咱们用命令行方式开发 其实开发的是什么 就是各种各样的VUE的组件 然后咱们拼装这些个组件 声称咱们的页面 这个是命令行开发方式的特点 咱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 组件文件夹 组件都放在哪 这是咱们首先关心的问题 大家请看 所有的组件都被统一 放在工程文件中的组件文件夹下 在哪 咱们看 这是咱们先一起建的工程 对吧 咱们打开 然后有一位叫做SRC的地方 再有一个 这看 组件文件夹 打开 咱们这个工程 所有的组件都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目前只有一个Hello World 这个是命令行给咱们 默认生成的组件 就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复杂是简单 这个我不做评语 一会咱们会讲解到 好 咱们看 所有的组件都放在 咱们自己的工程 src 仅仅仅仅是HTML内容 我这给您写出来了 接下来 脚本区 脚本部分 这个组件用了很多Java脚本 对不对 那么写在哪 写在这个地方 同时这个地方 我给您加个备注 这个地方的Java脚本 用ES6的语法 我呢 单独开了一个ES6的课程 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 每个组件中 还有一个什么 样式单吗 对吧 可能我们这个网站 我们这个用程序 有自己单独的 全局样式单 但是基于某个组件 可能要承证 它自己独特的样式单 这个样式单在哪定义 就在这个样式单区 好 这个呢 就是每个组件 必须要包括的三部分 该怎么写 马上看实在演习 下面我给您举 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组件的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咱们有个组件 我先写模板部分 这模板部分里面呢 有个tag 这个tag因为是应用到了 BuddleStrap 所以说呢 看class等于container 没有问题吧 然后里面 是这个组件的 各种各样的内容 我有一个he的标记 然后呢 输出一行信息 大家请看 其实组件的模板部分呢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HTML 这个template呢 是HTML5的语法 对不对 咱们在这里面 写咱们组件 各种各样的内容 OK 接下来脚本区 大家请看 脚本区 脚本区一上来 可以说 import各种各样的酷 没有问题 然后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固定写法 这个其实是 ES6的写法 干什么 输出该组件 怎么输出 Export Default 后面跟上一个 Java脚本的对象 大括号扩起来 里面呢 大概一般来说 至少有两部分 第一 组件名叫什么 比如说我叫hello world 没问题吧 组件的数据 注意 组件的数据 我记住课程中给您讲过 它不是属性 是方法 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大家请看 这个括号 然后这里有一个方法 方法里面 其实干的事很简单 就是return一个 Java的JS脚本的对象 然后里面呢 写上各种各样的变量名 咱们这个he的message 其实就是引用到这个变量了 对不对 OK 这个呢 是Java脚本的部分 非常的简单 再接下来 样式单区 这个样式单区也很简单了 仅仅是该组件 所应用到的 所有的样式单 写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单独说一下 有一个scope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咱们这个样式单 加上这个scope 这个属性 那么您定义的样式单 仅仅应用在该组件 作用欲 出不去 如果说您不加scope 也许会影响到其他的组件 但推荐您啊 因为我写的这个VUE的时候 没有说不加这个scope 几乎我都加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您一定要加 以免影响其他的组件 和全局的设置 OK 这就是单独的 某一个组件的 共通的写法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啊 咱们再看一下实际的例子啊 大家请看 咱们这有一个 Hello World组件 内容呢 其实是和我刚刚跟您说的差不多 只不过我这又多了一个mount方法啊 数据化的方法 其他内容呢 应该都差不多 OK 那咱们运行一下吧 稍等一下 我切换到这个地方 然后敲npm 怎么运行 还记得吗 start 其实这个命令 我在我的这个本机运行非常快 三秒钟搞定 因为是虚拟机 所以说可能花上几秒钟的时间啊 大概是八秒左右 咱们等一下 今天好像这个 不好意思 超八秒了 今天我这个机器好像这个 有点生病了啊 怎么这么慢呢 今天的主机就有点慢 实在不好意思 本来我的课程想压到五到十分钟 结果因为它编译很慢 超出了 真的是抱歉 OK 终于运行起来 咱们马上拷贝 好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个不就是咱们的组件吗 对不对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咱们替换掉 比如说咱们这个叫 message 可以吧 咱们直接改啊 然后这个输出的内容 这个部分也叫message 然后咱们打印一个 hello word 没有问题吧 这个mounted 咱们不要 这是初期化函数 咱们今后会讲到 然后 这个地方 比如咱们编 咱先运行一下 我存盘 然后看一下 过来了吧 没有问题 好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看啊 hello 这地方过来了吧 对吧 OK 然后咱们对它再建议性一个编码 比如说 加上一个 class1 没有问题吧 这个比如敲一个color 然后让它等于 right 没有问题吧 然后把这个class1 比如说付给咱们 是上面的class 好 这个应该是付给这个 prie啊 不好意思 好 大家请看 已经过来了吧 说明咱们的组件 包括这三个部分呢 确实生效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到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您就记住 今天的课程 其实就三句话 其实一句话 还不是三句话 组件 详细的组件呢 只要您的组件中 包含这三个部分 就叫一个VUE的组件 就够了 其他内容呢 咱们今后呢 会一点点的细 详细的讲解啊 好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吧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转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YouTube的观点观看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